梅花颱風逐漸遠離了 雖然為北台灣部分地區帶來了強降雨 但這次同樣是沒有登陸台灣 那麼果然颱風架還是沒有放到 可以看到在今天晚上13號的時候 它就會加速遠離 而且降雨也會趨緩 那麼明天14號 北部還有東北部有可能會出現零星雨 那麼其他地方 則是有可能可以看到 太陽公公露臉 但現在其實不只有梅花 還有這個新的熱帶性抵押 在這個地方深沉 它有可能會變成今年的第14號颱風南馬都 不過一樣清台的機率還是很低 不過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幾年這個颱風生成之後 登陸台灣已經是非常久以前的事情了 甚至有人還說 好像已經快忘記放颱風架是什麼感覺 因此日本的NHK就說 他們最近公布的個圖片是颱風路徑的統計 發現到6月還有11到12月生成的這個颱風 在這邊生成之後 幾乎都是往下來到了東南亞 那麼7月到10月則在深沉會往上來到這個日本地區 非常巧妙地避開了台灣這個地方 而且上一次清台的颱風有登陸台灣 是2019年的白鹿颱風 這個已經是三年多前的事情了 那麼中研院的學者說 它可能是跟反聖陰現象有關 主要就是因為聖陰現象的時候 這個太平洋高壓的範圍大概是一個橫的橢圓形 那麼當中就有包含到台灣這個地方 但是如果反聖陰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個直的橫圓形 那麼這只有到日本這邊而已 因此世界現象組織還要說 這個反聖陰現象可能會持續到今年的年底 那麼這也是本世紀第一次連續三年都有反聖陰 請支持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